2022年4月21日 我录视频一是想记录我的经历 二也是希望大家能看到疫情下真实的感受 早上因为室友表示自己可能感冒了 有些症状 我想如果昨天的核酸带我们一起做了 是不是今天就能知道结果了 目前下午做了核酸 结果明天才会出 我们属于阳性患者直接接触的人员 我们当中确认的不是一位 是由一个在短短两三天之内 扩散为八个确诊的群体 我们已经存在了内部传播 正常应该足不出户上门检测 但是按照要求我们还是下楼去做 我们每个人戴了两层口罩 人手一瓶消毒盆污 因为还有两位超密集人员 为了保证剩下的八个人 尽量少做接触 也为了不与其他邻居有碰面的可能 所以大家等最后一户 坐好了进屋了 我们再分开下去保持距离 之前几次我们都是按照这个流程做核酸 我们都互算体谅 邻居要上六楼关门 我们要下六楼 我们还有点间隔 为什么就这一会儿都不能等等 一直在喊一直在喊 再不下来就要走了 坐不上就不坐了 难道非要我们八个人贴在一起 手拉手去做吗 最后没有办法 后面的几个人一起下去了 原本这件事不足以让我气愤 但是在刚刚 八个人当中的一个女孩子 开始出现了发烧 38度2 可能是感冒 也可能是潜伏期刚刚有症状 我不是想说就这次接触 具有了症状 我是想说能减少一次接触 就少一次不可以吗 阳性的不接走 密接的不隔离 核酸集体去做 到底要怎么样 前两天已经接到了 剧委的电话 说将两名超密接接走隔离 已经有了名额 已经有了通知 为什么非要等到洋了再接走吗 都说放宽心态 都说看开 但是这么一步步 一天一个样 谁能保持着好心态和情绪 这16个人 什么时候是个头 DAP接走 表示核酸检测三次阴性 明天差不多可以回来了 也要居家隔离7天 我们剩余的人没有被隔离 也没有进行专业的消杀 怎么能保证给回来的人 提供一个安全的环境 我今天看到了一句话 比疫情更可怕的是 你有了疫情的心态 所以我一直在做换位思考 也在努力争取反馈 就发局委不知晓我们的状态 就发汇报的不及时 不想说了 想说的话一堆一堆又一堆 无论如何 希望明天的结果都是好消息吧